Hi 大家好 我是LINE 台灣品牌營銷的 James 那剛剛聽完了 兩位客戶跟我們的經銷商 Adgeek 來為大家去做分享他們在操作上面的一些成功經驗 我來這邊幫大家做一個小小筆記 我來當一個小書童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次在做的跨產品精準行銷 我們打通了什麼樣的事情 還記得我去年在Converge講一個非常複雜的圖 我們把東西資料串來串去 其實我們應該在做的事情是 我們透過LINE 我們把所有的Data都整合在一起 不管你在官方帳號 或者是LINE Points Ad 或者是你在LINE Lab上面的操作 我們都可以把資料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其實看到前面幾位客戶在講 我幫大家整理一個大的重點 其實整個跨產品行銷 三個大的要點 大家記這個很簡單 第一個 Tech 你要好好的追蹤你的好友 讓你的受眾可以應用的更多元 再來是 透過不同產品的跨產品的Data 去做操作跟應用 最後是 再透過好友的分層 你透過對應的不同的素材 去跟他們的溝通 我接著下來為大家筆記幾個大的重點 首先 我們再講到Tech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透過資深堂上面的分享是 他把線上跟線下的Data資料 把它完整的整合 Obi也提到的是 我透過Looklight 我把好友受眾打包進去之後 放大 我找到更多類似的族群 不管在Obi 或者是我們看到資深堂 他們都得到蠻好的反應 他們找到了新的好友 而且具有高價值的好友 再來是什麼 第二個 Data Data我們看到 Nine的廣告商品其實非常非常多元 從官方帳號 Lab Points 還有我們現在新的DisplayA 還有你還可以安裝的是Litec 到你的網站裡面 但透過這樣的Data的運用操作 其實我們總結上面客戶他們說的 其實你要做的事情是 當你使用了某一個工具之後 這個受眾 你應該在Lab的廣告投地 要馬上跟進上去做應用 還有一個重點是 你要把Litec 埋到你的網頁裡面 你要去打造一個 當導流到你的站上之後 你還可以再透過這樣的受眾 反覆去做運用的操作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Data 操作的循環 接著最後一個是 好友分群操作 分眾操作的一個分層 透過CrossTacting 我們聽到Edgeek他們 在他的所謂的好友的Final底下 他透過不同樣的形式 CrossTacting 他重新的再創了一個 更精準的一個族群 透過CrossTacting 他更清楚了解 他的好友的分層是怎麼樣 從最上層的品牌知名度 你可以利用官方帳號跟Lab 去打開淺層的好友 但接著下來 你可以透過Lab的基本受眾 但再墜下來一層 你透過CrossTacting 你有一個好的OA好友的受眾 你透過這個裡面 去把它找到更多類似的族群 去做更好的一些去做應用 所以其實總結 在今天去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在CrossTacting 跨產品精準行銷 幾個三個大的要點 非常簡單 你的Tech 追蹤你的好友 你要去做多元的應用 接著是你的Data 不是只有一個Data 是你把多樣的Data把它打通了 你的工具的應用是要緊密的 最後是 再針對好友不同的分層 你要做的事情是 從高到低 你應該要超過不同的方式 去做好友的分層 跟素材對應的去做操作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希望透過CrossTacting 這個跨產品精準行銷 可以幫助我們剛剛上面的客戶說到什麼 我們可以幫他們創造的是 網站的流量 我們還可以達成什麼樣的事情 達到剛剛還不錯的轉換 其實透過前面的客戶都可以發現 還製造不錯的轉換 另外其實一個最大最大的價值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可以找到更具有高價值的好友 透過Looklight放大 我找到更多潛在類似的族群 其實也帶出不錯的好成績 那我們Lab其實在做的事情是 在之前我們在講的是 我透過官方帳號 我們推播的內容跟好友的行為 我可以把它去做分類跟受眾設定 我把它打包之後 它可以到Lab上面去做應用 透過Lab 我去找到更多類似的族群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消息 其實接著下來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過去你在Lab做所謂的自定義受眾 你去做這樣的投放廣告之後 當這個消費者 他到你的網站之後 你的網頁如果有買Litech 接著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之前我們是從官方帳號 單向過去到Lab受眾裡面 接續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透過Lab的受眾 我可以再橫跨到OA裡面 如果這個受眾他是你的好友 你還可以再透過這樣的受眾 再透過官方帳號去做推播的提醒 舉例來說 他如果透過廣告到你的網站之後 他把一個東西加到購物車 他還沒有結帳 但是你的優惠期限 我想要做更快的促銷 我就可以透過OA更直銷性的去推播給他 給他最後一推 讓他去完成結帳的一路 所以在這次我們在做跨產品行銷的分享就是 我們打通了不管是從官方帳號 或者是Lab 或者是Point 或是還有一些更多Display的一些機會 我們把資料完整的整合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希望能協助廣告組 或是品牌組 你們在做行銷數位操作裡面 其實可以在Line的運用上 其實可以更便利更流暢 以上是我今天快速的分享 謝謝大家